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今天小五带来陈情敏事宜先多太八道,第34集 听公子方才的话,尊夫人看起来病得不轻呀 看前缘男子抱着夫人落座也没放手,可见虚弱到没办法自行饮食 掌柜热心地道,需要带公子请个大夫吗? 咱们这镇上有位大夫医术有口碑的 扎个几针,吃个急铁药,保证什么病都跑了,真是 掌柜的,忽来一次的声音,来自前缘怀中的昆泽,异常响亮的声音吓了掌柜一跳 只见那昆泽挣扎地,似要在前缘怀中转身 前缘男子只是轻拍他的背,淡淡一句 娘子,你是病人,饿 怀中人的躁动瞬间归于瓶颈 只见那昆泽挣扎地,似要在前缘怀中转身 前缘男子只是轻拍他的背,淡淡一句 娘子,你是病人,饿 怀中人的躁动瞬间归于瓶颈 不好意思,掌柜的,其实我这身体虚弱的 只有眨眼间的力气,所以趁有力气时 得喊大声点,靠在蓝湛怀中 背对掌柜的卫英,用着像是勉强挤触的声音道 没关系,没关系 夫人有力气是好事 生意人赚的是银子,别的哪能计较那么多 感谢掌柜的好意,只是这一路上 已经看过大夫了 大夫说目前这病,扎针,吃药都不重要 此刻最重要的是 吃时,卫英感觉自己好饿啊 却还要掩着虚弱病夫该有的模样 说的是,夫人 大夫说的真是对极了 生病的人,食物很重要 吃得正确,吃得好,对身体才真是有益 掌柜马上热烈在推荐 既然夫人身体未养,必定有套菜单 专为犯了病邪的客人所定制的 清淡,开胃又可口,最适合养病的人吃 清淡 又是一声忽然拔高的声音 不带掌柜回神,胃英中气十足的声音 以直接趴辣的标出一串来 把你们店内的招牌菜 大鱼大肉上一桌 辣炒炉等的口味都不济 再来两壶烧刀酒 大夫说,我的病和清淡饭冲 口味越重越养身 听清楚后,马上上菜 他懒得再装病弱了 是,是,是,马上来,马上来 对这气都不带喘一下的点菜汗进 掌柜吓得几乎是滚出竹帘 下去命人准备 但小香内盛魏英与蓝湛两人时 魏英斜眼着始终安静看戏式的蓝湛 对半这种柔弱病夫 已让魏英内心快抓狂了 这一路上 他们扮成一对身家不差 要回乡过节的夫妻 妻子病体虚弱又半路御废 弄伤了脚以致不便行走 故此需要处处依赖丈夫照料 怎么样 想说什么话就说吧 魏英一副货出去的架势 别喝得太醉 我怕你对我酒后乱性 一说完 蓝湛的衣襟马上被怀中人揪住 二哥哥 这话该我对你说吧 动不动摧残我而额有体的人是谁呀 这一路上 蓝湛他夜夜逞进淫威 可偏偏第二天 蓝湛总能容光焕发地上路 而他则只能精神萎靡地在蓝湛怀中昏昏欲睡 二哥哥 我们不可以太引人注目 就算扮演夫妻 你也不可以 一想到就对我动手动脚 魏英严正地声明 我们就是夫妻不需要扮演 蓝湛颜色纠正 若是你容易忘记这个身份 魏夫不介意随时用行动提醒 不和你说了 魏英气恼地要挣扎出蓝湛的怀抱 魏英与蓝湛在小客栈修整了两日后 蓝湛为了一路上让魏英可以更舒适一些 拜托掌柜的帮忙 从镇上挑选了一架马车用意赶路 因为银钱给的充足 掌柜殷勤勤得很 不但帮蓝湛魏英选好了马车 甚至连马车内的布置 用具等也准备齐全了 就这样 魏英与蓝湛再次启程 蓝湛驾着马车 魏英坐在车内 我驾车就好 你待在马车内 乖乖听话 蓝湛阻止侧手看着 从马车中探出头的魏英 一伸手 蓝湛替魏英记号 围在身上的厚披风 我不想一个人待在马车内 我想在你身边 离人身越近一分 魏英心中的不舍就多了一分 一旦到回到云深不知处 蓝湛的毒进阶之时 他们之间也就结束了 所以能与蓝湛相处的时间不多了 魏英想尽量与他在一起 蓝湛神色一柔 一扬外衣 那就乖乖地待在我的外树内 这一路上 我保证就只待这里 魏英环抱住蓝湛的腰 下额底在他胸口上 笑道 你一直这么听话就好 蓝湛捏捏魏英的鼻子 向来尊贵 微风的仙都 落难后进城这副模样 还有闲情和手下搞在一起 该说你蓝湛真的是好心之呢 呼来的声 打得浓情中的两人 只见一旁民众温潮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随即四周无数的温石手下冒了出来 各个握件张弩的 全都锁定眼前两人 魏英拿起配件 跃下马车 一旁的蓝湛要拉住他 但魏英却先行退了一步联手 以下属姿态 暗示蓝湛眼前的形势 先都 对这位之前暗算过您的温公子 由属下来变形 岂需先都于尊降贵 魏英借此告诉蓝湛来者的身份 蓝湛记忆受损 魏英怕蓝湛不记得温潮了 况且温潮为人应很毒辣 对付此人 除了能力和江湖经验之外 更要摸透此人的阴残 他不能让中毒未解 并且江湖经验和记忆 都不存的蓝湛对上温潮 二哥哥虽恢复了快七成的功力 却因余毒未尽除 再加上这段时间不停替他疗伤 余毒应该已出现了反噬 魏英其实早已察觉 蓝湛的功力开始在倒退 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着急尽快赶回云深的原因 当此 魏英持剑就要上前 可一个昂挺的身形 更快挡在了魏英的眼前 退下 蓝湛灵冷地道 仙都 我说退下 蓝湛延伸一致 魏英虽退开 却还是担心的站在蓝湛身侧 就怕温潮使出什么阴招来 梦迪之毒竟然没让你变成废人 仙都果然命大呀 不过 就不知今日仙都是否还有这种运气了 温潮冷笑说着 温潮潮四周的手下挥了挥手 给我上 就在双方就要短兵相接的紧张一刻 一道呼来的声 从不远处传来 仙都 您尊贵之躯不许与此人动手 让属下效劳吧 薛阳 魏英看着及时赶到的薛阳 还有他身后的司追锦衣等人 简直大喜过望 关键时刻 薛阳带着大队人马赶到 温潮本身的修为本领并不算高 当下知识仗着人多势众 以及蓝忘记中毒在身 所以才敢半路偷袭 一听到薛阳等快速逼近的声音 温潮大手一挥 撤 随即温室的人快速逃离了现场 危机暂解 蓝战看向身后的魏英 谢谢你没事吧 蓝战关切的抚着魏英的脸颊问 属下没事 谢谢都关心 此时薛阳等重 一道来二人进前 当着众人的面 魏英赶忙退开 恭敬联手 反正他与蓝战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 除了他二人 没有第三人知道 所以魏英觉得要瞒住眼前众人就不是难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